有很多的花友老师问老花一 用了你们家的磷酸二维甲 喷在叶子的表面 怎么会出现这种白色的结晶呢 然后他可能觉得不好意思 说不是我们家买的 其实我们家买的 大家也给大家上一段视频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们昨天喷过磷酸二维甲的样子 它也会出现结晶 因为磷酸二维甲这种东西呢 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种眼泪 它不能说是立马的去吸收 植物的叶片吸收的话 它要很稀薄的 一直跟大家说 如果说喷的话要稀薄 而且呢像蛋铃甲这些个东西呢 它相互之间要靠一些个植物的一些个激素啊 你就像最简单的 我给你这样比喻吧 就像人补钙一样 你看我脚底下这种石头籽它都是钙 你缺钙了怎么不吃啊 你也可以吃对吧 你盐层粉它也能吃 但是不容易消化 需要配合什么呢 维生素D3 什么液体钙 这钙那钙 植物也是一个道理 你当了一下给它光上单纯的磷酸二维甲 它叶片上面肯定不能说 立马就吸收完 明白这个意思吧 就像他们那个火山灰做面膜 是吧小灰 你不可能做完以后 你这个脸上全其中完了吧 对吧 你还是得把那个灰扒下来 其实一个道理 尽量还是以灌根为主 1000倍的比例 适用于大部分的植物施肥和用药 记住一个千倍定律就行了 就是一克对水1000克 这属于很正常的现象 不论谁没家卖的都是正常 零酸二维甲的一个针点 比较容易区分 首先看颜色 只要是晶莹剔透的 然后闻味道 无色无味的 如果说真的 它嘴上包票打得比较好 你就可以稍微的品一品 它除了略微的有一点点咸 就是有一点点酸 它没有其他的味道 这样就容易简单了吧 网上说用小苏打测试的那个 不是说不行 它反应的话 有一种东西 硫酸美它也会反应 还有一些个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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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类的 好 别的没啥了 磷酸盐这个事 大家简单一懂就OK了 单纯的磷酸盐而已 觉得不准呢 记得点个赞 下一个问题 可以视频箱留言 我是老花一 我最大事 拜拜